然后进来就是这个外面嘛 然后这个代仓都是你 根据你的程序来 来决定的这个代仓嘛 就是说你这个产品的多长 然后再加上你那个刀的宽度 流出来那个空间嘛 这一个代仓 代仓 早上要调好代仓 调好代仓之后呢 都会放产品在上面 尾架上面走过来 送过来的时候 看到谁刀切下来 然后产品在哪个位置 然后再通过这个位置 改变到产品代的中间的位置 这个就是产品 调那个包装产品 这个里面的位置嘛 然后这个物料长度 就是说你的产品多长 就设置多长就行了嘛 这个射标位置 因为我们你用的是透明膜 没有标 没有标的话 就没有射标这个功能 没有用嘛 如果你要用的话 这里要切换那个定场跟踪嘛 切换下去定场嘛 你要用你如果有标的话 你要跟踪标的话 这里一转换的是一个跟踪方式嘛 这转换长按的话 都会对标嘛 有标那种才 他一样 要用到这个电影来跟踪 那个标 也就是说你到 磨的 在厂家做磨的时候 都已经把那个长度已经做定 做好的话 你要根据那个带 那个长度来走 如果没有的话 像那种透明的话 我们就要定场 就是按照我锁定的长度来走 这个是定场 然后这个手动页面是刀 你点着这个刀 这里面的切刀就会转 你点板的时候它都是板转 你要点这个磨 磨送磨 这个磨就是这个 这个磨来送 送这个磨 然后就是 刀就是说这个横峰的刀 这个就是手动 你点哪一个 哪个洞 你看这个送磨 就磨再走 你要是点这个刀 现在你看这个刀 刀在转 这个都是手动两动模式 这种一般是在调机的时候 刚开始调机的时候 可能会用一下而已 正常的话 你都启动就可以了 现在正常的就是启动